一聽到公司提供無限假期這個福利 員工應該都很心動 但許多專家質疑 公司給予員工無限假期的福利 實際上是變相地為公司節省成本 事實上員工在擁有這項福利之後 休假天數反而變得更短 根據《華盛頓郵報》的報導 擁有無限假期福利公司的員工 每年平均只會請13天的假 比一般制度公司的員工少兩天 原因在於沒有主管帶頭來實施這項福利 員工迫於業績和組織壓力 也不敢請假 但根據美國公平勞動標準法 公司要將離職員工未使用的假期 折算為工資 然而轉為無限休假制度 就可迴避這項規定 因為員工沒有擁有固定休假天數 自然不必支付相關費用 因此無限休假在實際執行層面上 還是有摯愛難行之處 金新聞 張志浩 周炳杰報導 立刻下載《近新聞》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